多大平安 今天是新年光进度 进到耶利敏书的最后一章第52章 有请大家可以坐下好好阅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既然主上帝我们向你先让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联听思想 阅读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可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将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先让祈求祷告事光 绝书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特别的在耶利敏书 最后一章1到11节部分 提到关于希底迦王的一些记载 其实在五十六章最后就 讲到耶路撒人沦陷 的部分 当然前面就提到 希底迦本身的遭遇 就是预言就实现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1到11节的部分 希底迦登基的时候年21岁 在耶路撒人座王11年 他母亲名叫哈木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希底迦行 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是找约雅进一切所行的 因此 叶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有大发作 一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希底迦被判巴比伦王 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 巴比伦王 尼普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 耶路撒冷 对陈安 因似为主类工程 于是陈被围困 直到希底迦亡11年 4月初9日 陈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陈被攻破 一切 冰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 出城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他们就往 雅拉巴逃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 希底迦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死散了 迦勒底人 就拿住王 带他到哈马 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那里去 巴比伦王 便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希底迦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又在利比他杀了犹大一切首领 并且管了希底迦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将他求在尖里 直到他死的日子 好 在这边经文要先注意一下 特别第一节 他提到 希底迦他母亲叫 哈姆他 施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不要听到耶利米就把所有耶利米都想成同一个人 这边并不是 闲职耶利米 然后 我们 常常在 历史书当中会看到 哪个王行夜花眼中看为 怎样的事 这边有 同样的写法 提到 哇希底迦行夜花眼中看为 恶 的事 而且还是遭遇要尽一切所行的 其实我们或许可以稍微归因一下 为什么 希底迦跟百姓会落到这样的 景况 耶路撒冷整个沦陷 他们难道没有听到 先知耶利米 讲的 警告吗 其实有 但是他们 选择 忽视他 再来 他们也选择 走这几道路 离弃神 这边 提到很多 历史 年代事件 的部分 也是在抢作 重述 告诉我们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 内 所以 其实 在整个心底下往要逃 然后要被追的过程当中 时间地点都写得很明确 甚至 其实在 第8到第11节的部分 这段的记载 在39章4到7节有记录这一段的记事 不是经文完全一样的记载 但是就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 很特别的是 这边 城有被攻破 然后他们就往 雅拉巴逃去 雅拉巴其实是 死海南部 然后到那个 雅克巴湾很辽阔的 一段旷野的部分 想像一种情境 在那个年代湾有征战 有人要攻击 要逃应该往哪里逃 想办法达到别的国家找人救一救 但是这里他们竟然逃到旷野去 他们好像也仿佛知道说 他们所认识知道的任何国家都 挡不住 巴比伦 所以逃到那也没用 所以他们就往旷野 然后 另外部分是 到了这个时候 这些百姓这些军兵 他们还是不相信 神 要他们来向巴比伦投降的警告 或许这样的信息真的很难接受 一直在说 上帝什么可能叫我投降 上帝不是全能神吗 他是 万君之夜的话 他会拯救我们啊 能一直陷在那样 情况里面 完全忽略了 但是这时候 先知 一早就讲出神给他们警告说 你们叫弄相吧 没有人要相信 继续讨 靠自己力量 闪躲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敏锐心 真的明白上帝 你告诉我什么话 还是 我就照自己想象 拿我要的圣经节来辅佐 我的 想法 我的看法 这时候 真的神就透过巴比伦来审判 他的百姓 审判在学离弃他的百姓 如果 我们真的 知道神 的心意 我们还会这样子逃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今天啊 主上帝求你 十恩典命 主我们看见 上帝百姓 灵弃你 审判真的临到 巴比伦 成为神使用的工具 来 灭了 神的百姓 主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加警醒的心 也不要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的话语 而是 重新回转归向你 明白你心意 真的照你 只依赖心向你千上祈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